美国移民利好消息 拜登政府即将废止对公众负担的新要求 美国联邦法院今天2021年3月9日应拜登政府的要求 不再审理关于公众负担的案件 接下来预计美国政府包括移民局和国务院 会正式停止此前川普政府在过去两年里 对于公众负担问题新加上的各种要求 包括绿卡申请时的I-944表 主流媒体比如MBC的英文报道是 对于很多美国移民申请人 包括亲属移民和职业移民 包括在美国境内和境外申请的 也包括办理一些签证申请 以及签证身份转换和延期的申请人 这是一个利好消息 可以简化手续 有利于申请顺利批准 关于这个在过去两年里面翻来覆去很多遍的 在绿卡和签证申请中的公众负担新标准 来龙去脉和时间线是怎样的 让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传统上直接从联邦政府领取现金 比如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等情况 造成个人生活和收入依赖于政府 可能会影响移民申请 其他各种福利 包括领取食品券 政府连租房 医疗福利 Medicaid 白卡 对妇女儿童的福利 以及紧急救助等等 正常情况下 都不影响绿卡申请和各种签证的办理 参见我们新卫名律 所在2019年6月录制的YouTube频道视频 哪些福利不会影响绿卡批准 但是 川普政府一直试图改变这一点 美国国土安全部 移民局的上级单位 和美国国务院 主管美国驻外使领馆的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 在2019年制定并公布了新规定 在公众负担 Public charge方面提出了更多限制 比如用食品券 连租房 医疗福利等等的个人 有可能拿不到绿卡和签证 这个新规定 原定于两年多以前的 2019年10月15日开始实施 我们的另外一个YouTube频道视频 解释了这方面的内容 当时政府还在筹划中 福利和绿卡签证 美国政府的新规定 后来 我们在新规定预定生效 前不久的2019年10月 做了另一个YouTube视频 来详细解释这个新规定 美国绿卡和签证的新要求 解释公众负担 面对来自川普政府的限制 一些移民权益组织积极行动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 在公众负担新规定实行的前夜临时 颁布了禁制令 暂时终止其生效 这样 从2019年10月到2020年2月 对公众负担的新限制 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相应 在2020年1月 我们又做了一个新的YouTube视频 来解释当时的情况 领福利影响绿卡 但移民签证需要医疗保险 2020年情况更新 接下来 在2020年初 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 曾经以5比4的投票 结果取消了来自 下级法院的禁制令 然后 美国移民局USCIS 于2020年2月24日 开始正式施行新规定 反映在新版移民表格 包括绿卡和签证申请 和增加的I-944 Declaration of Self-Sufficiency 表格上 以及美国国务院USDOS 对于海外使领馆 办理移民签证的 DS5540表格上 2020年2月25号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 写了新文章介绍情况 2020年起 美国移民和签证公众负担 最新规定问答 然后 我们又写了 在这种形式下 通过I-485和移民签证 办理绿卡的指导 绿卡申请中的 公众负担问题 和I-944表填写 办理移民签证中的 公众负担问题和DS5540表 面对来自川普政府的限制 移民权益组织和利益相关方 继续抗争 并且提出 在COVID-19疫情期间 这种对公众负担的新限制 会让很多还没有绿卡的人在 就一时有疑虑 对公共健康不利 在纽约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 同意这种看法 因此 在2020年7月29号 法院再次颁布禁止令 在全美国范围 禁止美国移民局和美国国务院 在绿卡和签证申请的处理过程中 使用上面提到的新的公众负担标准 美国移民局需要服从法律 就像川普的总统令 经常被法院推翻 或者停止一样 移民局的规定 包括此前对F1和J1身份的限制 也经常被推翻 比如 川普政府在2020年夏天 对留学生上网课并保持身份的限制 就在遇到法庭挑战后撤回了 2020年7月31日 美国移民局宣布 不再要求I-944表格 包括不再要求相关信息和文件 在其他移民申请表里 不再要求填写此前几个月里 新加上的关于公众负担的内容 但是事情一波三折 接下来 在2020年9月 美国第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又再次允许美国移民局 恢复关于公众负担的新政策 于是 在此后几个月的移民申请中 包括因为排期大幅前进而得以提交的 众多I-485申请中 申请人又被要求填写I-944表格 一些没有填的申请人 还因此收到了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然后 就是2020年11月的大选 在那前后 面对全美国各地 对于公众负担的新政策提起的多个诉讼 以及各级法院的不同判决结果 川普政府的国土安全部领导 在下台前夕 于2020年10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了申请 要求由最高法院来审理这一案件 经过几次延期 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同意了审理这一案件 最后 就是今天发生的情况 拜登政府包括国土安全部 此前向最高法院提交申请的 现在说 最高法院呢 我们不搞了 放弃了 你不要再审理这个案子了 换句话说 拜登政府放弃 与移民申请人就此时继续进行法庭诉讼 也就预示着 拜登政府包括美国移民局 即将正式放弃关于公众负担的新政策 哪些人会受益 怎样受益 很多申请人原先担心使用 Medicaid 医保 食品券 补贴住房 对老年人的照顾等等福利会影响到绿卡 和签证申请 很快 在美国移民局发布新政策以后 就可以不用担心了 总体来说 对福利和公众负担的政策因此 即将回到1999年的标准 也就是过去20多年里面能用的各种福利 包括食品券 住房补贴 等等 应当还可以继续正常使用 不影响办理签证和绿卡 受益人包括 一 未来在美国境内和境外申请美国绿卡 办理I-485和移民签证的人 前者本来会被要求另外提交I-944表格 现在不用了 后者本来需要另外提交DS-5540表格 现在也不用了 受益的人里面 除了目前的亲属移民 也包括职业移民此外 很多职业移民也会在将来为自己的亲属办理移民申请 因此也会持续受益 二 在美国境内申请改变签证身份 比如B1B2转 F1 延期比如 B1 B2 F1 F2 J2 H4 O3 身份延期的人 这些人的申请本来也要受到Public Charge方面 按照新规定的审查 证明有足够资金生活来源 而不至于成为公众负担 现在不用了 目前很多这类申请人受到工作变动 就业形式 经济形式 和收入改变的影响 包括在医疗保险和就医方面的影响 他们可以不再担心签证 身份改变或延期时的公众负担问题 三 在美国境外申请各种非移民签证 尤其是 B1 B2 F1 F2 J2 H4 O3 等等非工作签证的人 当然这些签证大多还没有开放 但是将来申请时手续可以简化 四 对应的USCIS申请表格 除了I944 还包括I485 I485J I539 I539A I601 I864 I129 等等 此前表格上面 有基于公众负担新规定的问题 现在不需要回答 不需要提供信息 这个关于公众负担的新规定 现在预期很快要停止实行了 到底包括哪些内容 请参见上面的文章链接和视频链接 这个规定预计 很快要停止实行了 如果你出于各种原因想了解 里面包括哪些内容 请见下 移民局本来说 在2020年2月24日以后 绝大多数申请I485的人 包括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 都需要提交I944表格 如果是一个家庭里面 有几个人申请I485 每个人都需要提交自己的单独的I944表 这份新表格长达18页 美国移民局估计 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来收集信息和填写这个表格 通过在I944表上面填写的信息 美国移民局会考虑申请人的年龄 健康状况 家庭情况 资产 财务情况 教育程度等等 来综合考虑申请人将来是否会成为公众负担 比如 年龄在18到61岁之间是正面因素 目前有工作 或者在美国上大学是正面因素 收入超过联邦贫困线 1.2倍以上是正面因素 没有用过福利是正面因素 有好的信用历史和信用分数是正面因素 目前没有医疗保险是负面因素 有慢性病 年老没有退休金 没有资产 成年人从来没有工作过 没有能从高中毕业 依赖他人抚养赡养等等是负面因素 但是如果有来自子女的财力支持 而且子女有较多收入 则是正面因素 I944表格要求填写 个人信息 姓名 住址 出生日期 国籍 出生地点 等等 家庭信息 配偶 孩子 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姓名 出生日期 是否也在申请移民 个人和家庭的收入 报税历史 包括报税年度和税表上填写的收入等 如果应当填写税表 但是没填需要提供理由 资产 包括银行账户投资 退休账户拥有的住房汽车其他资产 注意 资产信息需要提供对应的英文文件作为证明 负债 房屋贷款 教育贷款 汽车贷款 信用卡和其他债务 信用报告 如果信用较差 分数低 曾经破产等等 需要提供解释 医疗保险 Obamacare 获得的用来帮助支付保险费用的补助 此前任何时候曾经使用过的福利 或者经过申请在当前将来会用到的福利 包括现金福利 食品券 住房补贴 Section 8 等等 以及Medicaid 等 在未成年时或者怀孕生产时使用过的福利 可以有一些例外考虑 要提供具体信息包括期指时间和金额 注意 出生在美国的孩子是美国公民 以孩子名义申请和使用的福利 不算孩子父母用的 另外 表格上还问到是否以前用过福利后来停止使用了 或者计划停止使用 个人教育程度 学历 技能 如果是国外的学历 需要翻译和评估 如果已经退休 需要提供退休金信息 在I485面试时 以上的I944表内容和对应的证据 也可能会被问到 在美国境外申请移民签证 要提交的DS5540表格 和I944表格内容相似 此外 申请移民签证的人还需要提供 目前是否已经在美国有医疗保险 如果目前没有 那么在入境美国后30天内是否会取得美国保险 是否已经做了相应的安排 提供具体的保险公司和项目信息 以及保险的开始生效日期 再次强调一下 这些关于公众负担的新要求 现在2021年3月 预计很快要被废除了 列在这里只是供参考 将来会怎样 会不会还有新的变化 那要看未来的选举结果 将来的美国总统 国会和法院的情况 可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 目前看来 这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 对移民是很有利的 有移民想法的申请人 应当抓住时机 兜兜转转 又回到从前 川普政府搞了两年的 公众负担的新要求 如同在沙滩上堆的城堡 很快就要消失了 要了解此前传统的 预计也是很快要恢复的 美国移民局对福利和公众负担的宽松政策 请参见我们此前录制的YouTube视频 哪些福利不会影响绿卡批准 资讯 由新卫名律师事务所提供 供教育和交流目的 不作为具体的法律建议 欢迎来电来信询问详情 Email info at nwmlaw.com 网址 www.nwmlaw.com 我们有多位毕业于世界名校的理工科博士 我们有自己申请绿卡和签证的亲身经历 包括杰出人才 NiW 亲属移民 我们有科研经验和能力 可以直接阅读 明白申请人的论文和工作 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美本美高留学指南